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部分我不是很懂 那还是小问题 但是怎么开始做 怎么开始去修 这个部分就是受持般若的部分 像这样子的一个对比性比较功德的 你看这段经文 他说如果有人做布施 可是他做布施是用七宝去做布施 我们一般人做布施是怎么样 就一般上如果说金钱 食物 这个是我们一般人做的布施 那么这边他说七宝 而且是数量是非常庞大的 无量阿森其世界 非常庞大的 他其实要表显的就是说 他做很大很大很大 你不能想象的那种大和量很多的那种布施 都比不上他的功德 布施肯定有功德 这个功德都比不上一个受持金刚经的人 受持或者是读诵 所以有时候只是读诵而已 甚至你可以为人演说 他的功德胜过那个用物质上去做布施的人 你就可以看得到说 了解到金刚经 或者是懂得把金刚经去应用乃至分享给别人知道 那个功德是超越 远远超越于布施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怎么去理解呢 理解他想说 如果有一些人 他比如说他没有这个吃的东西 他很穷 没有这个吃的东西 那么你每次都给他吃的 这个是很好的 知识确实是有功德的 但是如果你进一步能够告诉他说 你不能够永远整天就等着人家来布施给你 等着这个食物带来 你应该要去想办法去看怎么样去求生活 维持自己的生活 用这种鼓励 给他教他一些方法 给他一些方便 这一种功德会大过于你只是给他东西而已 所以同样的 有些人他一直在自己的烦恼里面 然后你每次都是 好啦 我奉献我自己的一点时间去陪他 你是在布施你的时间 可是请问你能够陪得了多少次 你能够陪他多久 所以陪他把时间奉献给他 不错 这个是有功德的 但是如果你能够进一步教他 怎么样学习从自己的烦恼里面走出来 这个功德是不是大过于你每次去陪他 因为你陪他有限的 有一天你可能没办法再陪他 对不对 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例子里面 你就可以试着去理解说 为什么受持独颂为人演说的功德 会大过于做很大很大的布施 这两者都有功德 但是如果你能够掌握金刚经的 这个智慧 懂得应用 甚至跟别人分享的话 这个功德会大过于 只是纯粹每一次都在做布施而已 所以这个是这一段文里面的一个概念 那既然这个受持独颂为人演说 这么的重要 那你就知道说 当我们在学金刚经 在学金刚经 希望金刚经能够入心的过程当中 那么这几个部分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修持法了 如果你问说这个金刚经怎么修 你要了解受持独颂为人演说 这三个部分其实已经提示你一些修行的方法 那在谈这三个部分之前 我也想跟大家讲说 一般上在大圣经你会常看到使法行 比较完整的说法 谈到受持 谈到独颂 谈到为人演说 之前你会看到说 使法行 这个使法行是 不是这样直接读下来的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书写 把他编号上去 那你就知道了 第二 供养 第三 第四 地听 第五 批读 第六 受持 第七 讽诵 第八 开演 第九 思维 第十是修行 所以如果你说 啊 这个金刚经这么好 那我要怎么开始 我要怎么开始 你可以从书写开始 所以有些人呢 抄金刚经 有没有 有些人抄金刚经 如果你觉得 哇金刚经好长喔 可能我抄 还没抄完我就已经放弃了 那你可以先考虑抄心经 心经跟金刚经都是属于波尔系的 那心经是260个字 那么可能260个字 你抄的变成你自己的习惯了 你会想说我要抄更长更多的 我比较有时间的 我想抄更长更多的 所以这个是书写的部分 OK 那 用 可以用毛笔 如果说毛笔 美国找不到毛笔 也不可能 如果你说我不会用毛笔 那没关系 原子笔也没有关系 铅笔也没有关系 就是完全 它的目的不是说 哈哈哈 不是用电脑打字啊 它的目的其实就是要透过抄的一个动作 让你能够设心 把你整个呢 整个心情各方面的安静下来 所以 其实这个书写呢 也等于就是一种超经的一个修行方式 尤其是比较容易打瞌睡的人啊 金拿起来 读没两夜就开始就要打瞌睡的 我建议 超经 你不用超多 比如说你今天 我只有三十分钟 或者二十分钟 那今天的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就是你超经的用功的时间 就是等于是你的功课 你自己的功课 那你说二十分钟我超不完金刚经 那肯定 它目的不是要你把整部经就这样子超完 它目的就是在这个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里面 你懂得收心 所以 这个是一个修行的方式 然后我会 通常我会把 如果说你有这个 准备要做超经的这样子的一个用功的方式的话 我会鼓励大家说 这个 开头跟结尾一定要做好 你要把它真正变成是一个修行的工作 而不是就是随便这样子超 匆匆忙忙的开始 匆匆忙忙的结束的话 那个对经的恭敬也不够 然后呢 自己本身感受到的那个功德力也会很弱 所以如果你很认真 你开头跟这个结尾都很用心的话 你会七天下来 两个星期一个月下来 你会看到你自己的改变很神奇的 那什么叫做开头跟结尾的一个注意呢 比如说超经前洗手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动作 你对经法的一个恭敬 就好像你吃东西前你都会想洗手 对不对 你上香拜佛的时候你会洗手 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 今天我现在我要超经 不是普通的一般的作业 而是超经 那我洗手 就是以干净的手来开始我的修行 洗手过后 三层佛号 这是最简单的 因为我今天能够接触这部经 我希望这个智慧 这个佛的智慧能够流入我的心中 我对佛供不供敬 我对经法供不供敬 三层佛号 两层一个习惯 然后就开始超经了 开始超经 超完过后 比如说你打算超二十分钟 我已经讲了 不要匆忙 你要把它变成是修行 你希望说 它在超的过程当中 它让你的整个心能够沉淀下来 心沉淀下来 智慧才会开 这是我一直在讲的 所以你在生活当中 多么的烦乱 多么多的事情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是因为你一直用烦乱的心去面对你的事情 当你一直用烦乱的心去面对事情的时候 你是一直在烦恼和这个问题当中在打转 你永远生不起智慧 也没有安定的心去面对你所面对的事情 从来都没有 所以如果你能够给自己二十分钟开始超经 今天二十分钟超到哪里 你可以射一个小闹钟 二十分钟到了 然后今天就超到那边 明天再从这边开始 这样明白我意思吗 所以不急不匆忙的 就是一笔一字非常清楚的去用心 把自己的心放在那个超经的每一字当中 那么二十分钟到了 也不要就这样子 吵吵帅帅的就结束 最后要做什么 一定要做回向 如果你自己深感 深感自己的 有些人会觉得说 哇 自己的障碍好多 那么他甚至可以做个忏悔了 再回向 所以你要把它变成一个功能 有时候我们在生命当中太多考验了 然后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 和怎么去解决 然后你深感说 自己怎么这个障碍这么那么多 然后你可以先超完经过后 做一个忏悔 忏悔会做吗 愿消三丈诸法 对不对 往昔所造诸而也 皆由无始贪嗔痴 从生于一之所生 经对佛前求忏悔 或者是一切罪障求忏悔 都可以 你可以做三遍的一个忏悔 很恳切的忏悔 借由这个超经的功德做一个忏悔 然后再回向 回向自己 回向一切众生 你的二十分钟 就等于是你的一天的功课 二十分钟三十分 随你自己 那坚持下去 至少一步经超完它 如果你能够做得到 你会慢慢超出法喜来 然后你就会继续再做 然后你会感觉到它的功德力 所以书写的时候 很多时候书写 是比较不知道里面的意思的 很多时候 很多人这样子开始 他开始不知道里面的意思 不过他超久了 他超久了 你会发现 很奇怪的事情发生 就是不认识字的人 也会开始慢慢认识字了 功效 坚持 安定的心 然后甚至他也开始慢慢明白 这句话很重要 他自己会进入他的内心里面 所以这个是书写 另外还有一种人 这个是关于超经的部分 有问题吗 没有 第二个部分就是供养 供养是指什么呢 有些人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 有些人 他会把经 人家给他一部经了 他不知道该放哪里 他就把它摆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 如果是在东方社会里面 通常都有所谓的佛台 神座 东方家庭里面都可能会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会把它放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 比较干净的地方 或者是佛台上 然后每天也是一样 烧香供养 烧香供养 所以这个是属于供养的部分 你会发现这两个 都可能是完全不了解经意 但是完全就是从一个 对他的一个信心 恭敬去出发的 信心 也不要小看他 信为道元功德母 一切功德会从信 长出来的 恭敬也是一样 你们也听过一句话叫做什么呢 我慢高山 法水难入 听过吧 如果你很高傲 这个傲慢心很重 那么法水是不能够流入你的内心的 所以当一个人能够把自己的傲慢心放下 恭敬的时候呢 法水就很容易流入他的内心 所以这两个修行方法呢 它是完全 你可以不懂得经的意思 但是呢你从信心和恭敬入门 还有第三个 师他也是一样 师他呢就是 很多人就是喜欢怎么样呢 这个是比较早期 现在可能不大适合了 就是印经来送给别人 现在可能在美国比较少看到 那么在东方社会里面呢 你会看到说 只要有人说这个经很好 然后呢就发起要印一千本 然后印了过后呢 你是发起人嘛 或者是你是有参与印经的嘛 那就送了一堆给你 然后送给你过后呢 你就这堆 我一个人也读不了那么多啊 那就会想说我要去转送别人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有师他 把印好的经拿去跟别人分享 但这个时代已经比较不大适合 早期的时代很适合 早期比如说经典很难找到 流通上很难 那时候印刷没那么好 没那么发达的时候 现在这个时代是 那个印刷非常的方便 甚至我不去印 我自己网路上我也可以找到经文了 所以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 然后你给人家一本经 他可能也觉得你给我一个烦恼 真的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现在的人说我要经文 我也不可能整天带着我的那本经出去啊 出门啊 我带我的iPad 我就可以把这部经掉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代已经稍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了 你就不能够一直要停留在说 我要去发起印经 我读了这部经很好 然后我就发起印经 印了我要拿去送人 然后人家不要你还起烦恼 送给他 他也起烦恼这样子 然后彼此都在起烦恼 然后最后都丢到寺庙来 寺庙还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样子 所以这个部分呢 这个时代大家就 你知道它的意义 你知道它以前是怎么运作 知道 但这一个时代可能不大适合 再用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第四就是地听 就是你看 这一个部分开始呢 就是像大家现在 就是在开始用心听了 所以有时候一开始你抄写 或者是在做供养的时候 你完全是不了解的 尤其有些人供养经典的 他可能有一天就想说 金刚经这么好 我每天都在顶礼 每天都是烧香顶礼供养 这个欲佛士有人在讲金刚经 我该不该去听一听啊 你看他会打动他 那打动他了过后他就会去 想要去低听 去更深入的理解 更深入的理解 所以那个时候呢 他就不会只是停留在抄写 或者是 丁礼供养而已 他的 进一步 去听 听了过呢 他 就会开始有一些批读 批读就是读诵 像我们 在寺庙有时候我们会有共修嘛 我们大家一起读 那是共修的时候 念那个经文 念金刚经啊 念浦门品啊 我们是一起共修的读 那么 一起共修的读 这个是寺庙才可以这样子 在家里的话你可能就一个人 所以你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不用这样在寺庙里面呢 跟着大家 跟着沐浴这样子 不需要的 你就是打开起来 你就可以开始再读 你可以用读的方式 你可以用念的方式 念就是有拉音拉音这样子的啦 你可以用读的方式 那同样 你也可以 比如说你如果打算说 我要用这样的方式来修这个金刚经 我打算用这样的方式 就是读 批读的方式 那么 因为金刚经也是蛮长的 那有些人说 我没有这么长的时间 我可能只有那么一个小时 或者是半个小时 匆匆忙忙的话 又达不到修行的效果 匆忙都达不到修行效果的 永远记得 修行不能匆忙的 修行就是要把它放慢下来 不要说我完成一件事情 这样子好像煮菜 我煮完了菜了 匆匆忙忙煮完菜了 不是这样子的 修行不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同样的我会跟大家讲说 比如说如果你只有30分钟的 一天只有30分钟的修行时间 那么你能够念多少页 或者是多少品 你就念多少品 一样最后做个功德回向 明天再从你还没念的那一品开始 所以你可以把它分段来进行 总之就是要把自己的心 在这个整个半小时里面 让它好好的沉淀下来 它才会达到修行的效果 所以这边有没有人 在家里有习惯诵经的? 会念得很匆忙吗? 有时候会这样子 所以如果是有时候你发现说 今天自己的时间比较不允许 你就可以设定按照你今天允许的时间 比如说你今天只能够半小时 不像过去几天你可以一个小时 今天你只能半小时 那你今天就做半小时 佛菩萨不会惩罚你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匆匆忙忙地进行的话 你的心是很焦虑的 你的心是很匆忙的 你接下来的事情 你会发现说 都是带着匆忙的心去做的 当你的心很匆忙地去做的时候 很多事情反而不顺利 所以不是因为诵经没有带给你顺利 没有带给你功德 不是 是自己一直都让自己非常的匆忙 而且没有沉淀过自己 所以批读就是类似诵经 那么授词 这个是阅读了 讽诵比较像诵经 授词就是有一点就是把它背在心里面 这个授词把它背在心里面 这个是授词 所以批读受词奉诵 这些这三个都跟我们去念去读 甚至尝试去记忆是有关系的 开眼就要说了 开眼就是跟人家分享了 所以有没有人试着跟人家分享过金刚经的一些很好用的语句的 多多少少有些人如果你对金刚经比较熟的话 你会有时候会很自然地在你的言谈里面的把金刚经的重要的语句搬出来的 比如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影作如是观 你很自然地会把这句话讲出来 再跟别人分享 这个时候就是开眼 所以开眼不一定是说要有听众那么多 我才愿意开眼不一定的 就是平时在生活当中跟人家分享 我有时候有一些烦恼 然后我只要想起金刚经的那句话 然后我就可以从我的烦恼里面走出来 然后人家就很好奇 你哪一句话金刚经有哪句话 然后你就把那句话告诉他 这个就是一种分享 分享就是一种开眼的 你已经慢慢地把金刚经的语句用到你自己的生活跟修行上 然后再来就是思维 思维就是上面的这一些 上面的这一些 我们有时候称它为什么呢 文慧 跟听文有关系的 这一种听文 这八个 这种听文 会成就我们的文的智慧 透过听文而来的智慧 但毕竟还是跟语言文字有关 语言文字很关 所以比如说有 比如说师父跟你讲说 金刚经很好 金刚经哪些语句你可以用 你是有听文的这个东西 但是它是不是属于你的呢 还不完全是 你只是听文而已啊 所以你要把它变成你的东西的话 你必须要思维 所以思维就能够进一步成就我们的思维 或者是思所成慧 透过思维而来的智慧 为什么这个人讲金刚经这句话很好 可是为什么我却感觉不到它的味道 或者是我转述给别人听的时候 没有味道 没有那个法味出来 为什么 如果你有进一步去思维 有进一步去思维 它会慢慢地变成你的思慧 思所成的智慧 或者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你是用书写的方式 抄写的方式 你每天都在抄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映作如是观 一切有违法 你一直都在抄同样的这一个寄送 四句记里面的其中一个寄送 抄了整可能一年啦三年啦 这个法味还不… 你知道吗 日识越写越美了啦 可是就是怎么感觉上 应用上还没有真正跟生活 或者跟修行去结合 然后后来呢 透过有人开眼 你听到了 你用心听到了 这句话可以这样子用 可以那一直用 你听到了 然后你去思维 在生活当中 每一天在抄的时候 你在思维说 这句话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跟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 一直在思维 那你对这一句话 刚才我讲的一切有违法 这一句话 这四句记呢 你的体会会比别人更深 你会发现说 你不会只是停留在书写而已 而是透过思维去想说 这句话我怎么去应用 那么会应用 你了解到了 你感受到 原来他可以在生活的这个层面应用 可以在生活这个层面去应用 哪个层面对人 待人处事介物 都可以去应用的时候 你就会进入到最后一个阶段 休息的部分 就是真正在你的生活的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面向去观照去应用 这个是修慧的部分 就是 变成透过修持而得来的智慧 所以这死法行呢 它所建立的整个基础呢 其实就是在成就我们的智慧 但是成就智慧呢 它有三个层次 有透过文 诗跟修的三个阶段 那金刚经这边所讲的是 哪几个呢 有看到吗 比如说 寿辞有没有 读诵就包括了五跟七嘛 对不对 批读奉诵 还有一个呢 为人眼说 对不对 为人眼说就是开眼的部分 所以 可以说 这个 这四个部分 这四个部分 在死法行这四个部分呢 就是金刚经里面告诉你的 那除了这四个部分以外呢 我们把死法行引进来 因为在大圣经里面常常提到死法行 是告诉大家说 在修持方面 你真的就是要 下一点功夫 然后你就看你要从哪个地方去下功夫 死他的部分可以不考虑 其他的部分 供养 供养我想现在人也很少会这样子做 不过书写 地听 反复的听闻 金刚经 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请问披读和封诵的区别吗 对 它其实是很接近 就是我刚才有讲说 有些只是读 然后有些是诵 就是有拉音 有这个音节啊 它会去拉那个音这样子 所以我们一起的时候 共修的时候 我们是会唱诵啊 我们会念一起念 然后有那个音声在 好像在飘扬这样子 可是你自己在家里的时候 你不一定要这样子拉 你可能一个人 没有人跟你接这个音啊 所以你可以用批读的方式 就是读的方式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怎么样开始 怎么样去修 那么大家准备好了吗 准备选哪一个方式下手去修 除了受词以外呢 然后我们再来就是说 有几句 《金刚经》里面有几句 就是可以说是比较常用的句子 你可以在生活当中不断去反思的 其中一句就是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应作如事观 这句话 常常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等于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你等于听到了 你也会 你也受词起来了 这句话你受词 等于是你在你的心中 常常会出现的话了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应作如事观 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说 你要思维 你要思维 你不要只是说 我听啊 我常听到这句话 人家一讲这句话 我就知道是《金刚经》 然后呢 我也会啊 我也会受词啊 我也会念出来 我也会背出来啊 如果都 这两个层次你都OK了 接下来 接下来 思维 怎么去思维 我就讲了 什么是一切有违法 什么是有违法 什么是有违法 OK 定义上你可以有很多定义 有因有缘的 就是有违法 由业所遭感的 就是有违法 有生柱易灭的 知道吗 有生灭的 有生灭相的 从生到灭 或者是生柱灭 或者是生柱易灭 有时候我们会 从种种的角度去谈 有这些生灭的 有生灭相的 有造作的 有因缘的 是有违法 这是你会的定义 但是这是定义而已 现在如果说今天你要 定义可以用来开眼 可以用来解释 跟人家讲解释 那问题是进入思维的时候 你不可能只是在想定义而已 你应该想定义我是懂了 那我在生活当中 或者在我修行当中 有什么东西可能是有违法的 你会想到什么 所以从来没有人想过吗 嗯 不错 有没有想到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如路易如电 你做卢士官 什么是有违法 随便讲一个 什么 吃饭睡觉是有违法 没错 每一天每一顿饭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睡觉每一天晚上的睡眠的品质 都不一样有违法 还有呢 所以你现在就是要尝试把这句话 跟你的生活去结合 跟你的生活去结合 你刚才讲的是生活 有时候我还要讲说修行的部分 我来这边讲课 跟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法源 是不是有违法 是不是有违法 这是有违法 他一定会有生灭的 有没有 是会有生灭的 还有呢 感受 感受也会有生灭的 苦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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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热受了 热受热受热受 等一下不苦不热受 他会生灭 所以有时候看到自己的感受的时候 你在看你自己的感受的时候 如果你是要把它变成你的修行的话 你没有把它变成修行 你是任由你的感受带着你跑的 明白我意思吗 感受是你的心进来的 你的静 如果你没有把它 把金刚经思维去变成你的修行的话 感受生起呢 感受要你哭你就哭 感受要你笑你就笑 你是完全被这一个静 带着跑 但是你知道你有这个感受了 你不想让他就这样子 让他带着你跑的话 如果你习惯性用金刚经那一句话 一切违法来做思维的话 这个时候你会用金刚经的这句法语呢 取代 取代 你的那个感受 不让这个感受一直带着你跑 可以理解这句话吗 你本来是被感受情绪带着跑的 然后这个这样子的情绪被带着跑 舒服吗 甚至有时候有更多的不对的行为会出来的 所以你知道说会有 会有什么呢 会有过患的 如果让这些情绪带着我们跑的话 会有过患的 会有祸害的 那怎么停它呢 一个简单的方式 一个简单的方式 就是看着他 用什么来看着 当然如果说你是修观感受的话 你是完全是看着这个感受 但如果你是学金刚经的 你可以用金刚经的 这一句话刚才我们讲的一切有违法 因为感受的起起落落 是不是有违法 与其让这个感受一直 带着你这样子起起伏伏 你这个时候呢 心不是放在只是放在感受上 不是 而是心把它放在法上 这个是有违法 它是梦幻泡影 像路像电这样子 我应该这样子来看待我的感受 用法取代 本来是情绪感受带着你跑的 用法来取代那个部分 如果你曾经这样子操作过的话 你应该很快就明白我在讲什么 一切有违法还有什么 这边有没有人买股票 股票就是有违法 股票的起也是有违法 股票的落也是有违法 所以如果今天你说你修行佛法修行很多年 修行佛法 这个金刚经很会讲 可是你的股票的起落 一有起落 你的心就被它带着跑了 那大概可以知道说 佛法归佛法你的生活是生活 你完全是佛法跟生活是切割的 所以思维 当我们说思维到修习这个部分的时候 思维到修习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就是哪一些 你在你生命当中 你非常关心的是 特别关心的是哪来把金刚经的这句话用上去 不要拿那些你完全不关心的 明白吗 你不关心的呢 你的心不会被它带着跑的 你不关心的事情 你不关心的事情 别人家的孩子关我什么事 不关我什么事 所以你不会关心的 但你家孩子你关不关心 他要是辞回来 你的心就起起落落在那一边 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带着你跑的 那你家孩子是不是一切有违法的其中一个 如果你修金刚经 修金刚经 修到最后 好了我不管我的孩子了 我不管我的股票了 我不管我的财产了 那也不对 那也不对的 你已经变成修向另外一端去了 什么都不理什么都 你把这个空观看错了 断灭空了 恶取空了 所以 好了这个一切有违法 知道怎么应用了 在生活当中 去找自己非常关心的事情出来 那些事情是你真正 只要它一出现 或只要想到这件事情 你心里面就不安的 那你说 想把金刚经的智慧修出来的话 尝试把这句话用来关照你那件 你care的事情上 你非常关心的这件事情上 一开始我跟你讲 你还是起起落落的 因为功夫还没用上去嘛 还是一样 虽然有把这句话念出来了 也有抄写了 可是股票落就是落 心里还是痛的 还是痛的 但是如果你坚持下去的话 你会慢慢看到自己的那个平常心会出来 当你平常心出来的时候 你的平常心出来 平常心在佛教里面是一种智慧来的 你会平常看到 起你不会特别高兴 落你不会特别担心 你本来很关心的这件事情 起你会看着他起 落你也看着他 他有在落 你不会被他轻易的动摇 甚至你在这种平常心很平静的这个心的状态里面 你会做出正确的决定 到底我应该放还是不应该放 你会做出一个正确的一个决定出来 所以这个是一切有违法的 那一个寄送尝试去用在你的生活修行上 我希望说如果明年我还有机会回来的话 你会告诉我说去年听了一切有违法 然后我用了一年 我整个心情变成怎么样 我怎么样的发喜 那我会替你很高兴 好 《金刚经》里面还有一个常用的叫做三句论法 那个是在第八页 第八页三句论法 你会常常看到 常常看到这种论法 这种论法是三句三句三句一起的 所以呢我们称它为三句论法 有没有人可以给我一个例子 所谓微臣即非微臣是明微臣 这个在《金刚经》里面的 对不对 所谓微臣即非微臣是明微臣 然后呢 还有什么例子 所谓大生即非大生是明大生 还有呢 可见大家对《金刚经》不是这么熟 所以还要烦一下 对所谓世界即非世界是明世界 所谓说法即非说法是明说法 还有呢 这个就是三句论法 这就是三句论法 所谓什么什么的时候呢 它是先举一法 先举一法 我今天要讨论什么 先举一法 即非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即非呢就是在讲 空性 一切法的真实性 真实面貌 所以所谓什么什么东西 这个是在举一个法 这个是在举一个法 即非什么什么东西 这个是在说明这一法的真实相 它的空性 没有一个实体 没有一样东西有一个实体 财产有没有实体 你的财富有没有实体 如果说 如果说 比如说你的 你有多少的物器啊 然后你的这个银行存折里面 有多少个零啊 你看起来哎呀 蛮富有的啊 但是如果说 一个战乱一来 那个物器是 你有再多也没有用的 对不对 那个几个零也可能忽然 比如说一个国家忽然间破产了 像希腊去 几年前不是忽然间破产吗 你有再多的钱 大家排在外面是拿不到钱的啊 所以你说这些财产物质 虽然现在给你感觉是好像有实体 但是你不知道世间流转变化的无常 真实面貌上呢 这些都随时会变成 本来看起来很有实体很有意义 所谓的实体是我们觉得很有意义的 你会忽然间发现说 在某一些因缘变迁的时候 他失去他的意义 他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对他可能觉得 你看不到他的价值跟意义的 包括有时候 我们不要讲说外在的事件的变迁 有时候我们自己身体的变化 他也会变成很不实很虚的 很虚妄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是需要大家慢慢去 去领会这个部分 所以极飞是告诉你 每一法的真实性 它的空性 但是我们在世间上 生活又不能够完全没有他 虽然我们知道他虚妄 可是现实生活当中 有时候他出现就是出现 他应该要有就是要有 他有他在世间的价值 在某些层次上的一些价值的肯定 所以呢 还会讲到世明什么什么 OK 那这个部分就讲到了缘起 在世间缘起的 这个现象里面呢 他有他相对的价值 完全没有钱就不行 有一点财富还是OK的 但是如果你把它看成是永恒不变的话 那就太危险了 所以你会看到金刚经 它用这样子的一个三句论法 一直在平衡你 不让你就是陷入完全把它看成是一个 不要把缘起合合的东西看成是实体 不能把它看成是一个实体不变永恒的东西 因为我们很容易就把很多东西 比如说我们的身体的健康 我们会觉得说这个理所当然的 那我就是这样子啊 我这个年龄我应该是健康的啊 我们会很理所当然的认为它应该不会变啊 但是谁敢讲说一个42岁的人就不会生病 没有人敢保证的啊 所以我们金刚经它就不要你活在这个假 就是假象当中然后一直被蒙骗 它一直在提醒你说它是空性的 现在它能够这样是因为它缘起的啊 因缘合合它的因缘条件好 健康所以你健康 但是它因缘会坏 坏的时候它就又改变了 所以它一直在变化没有实体 然后一直在变化当中的 会随着种种的因缘在变化当中的 然后你就用这个三句论法 你就用这三句论法呢 如果你听过了这三句论法 也听过了它的解释 接下来你就要思维跟修行 然后怎么样用呢 举一法所谓其实也是所有的有违法 然后我们就讲了 所谓财富即非财富 世民财富 你要把它在生活当中去应用 今天 今天哇这个健康很好 平衡一下 不要 take for granted 理所当然的 健康 健康嘛 我吃得那么好 我每天都在运动 一定是健康的 对不起 吃得很好 运动很好 又是什么气功大师 这个什么 跆拳道大师 或者是什么 总之什么功法的大师 你的身体要变坏就是变坏的 要种什么癌症就是种什么 你根本没有得由你去说 我一定是健康的 我有做这个东西我一定健康 但是在运气法当中 我还是应该要注意啊 我不能够放纵啊 对不对 你放纵也不是 你完全否定说它完全是空的 也不是要平衡 在面对这世间的种种有违法 种种现象的时候 你就要平衡它 所以所谓健康极非健康是你健康 还有呢 我们会被人家 比如说 毁谤啊 毁谤了伤心不伤心啊 很伤心啊 毁谤了 做得很好 可是又常常被人家毁谤 那如果你是有学金刚经的 把金刚经的三句论法用上去嘛 所谓毁谤即非毁谤 是你毁谤 我还是被毁谤啊 我确实是被毁谤 但是你会发现说 你等于是开了自己一个玩笑 对不对 开了自己一个玩笑 好过你一直focus在我被毁谤 我被毁谤的那个悲伤里面 痛苦里面 对不对 有没有被人家讲过是非啊 所以被人家讲过是非过你怎么样 苦一天 苦七天 苦半个月 苦一个月 然后每天都在想我要怎么解释 我要怎么解释 这是非 但是你会发现说 人家就是不给你解释的机会 有时候因缘就是这么奇怪 所以那你怎么样 为了他三秒钟的一个是非 你需要苦一个月吗 需要浪费自己的健康 让自己的人细胞死那么多吗 不需要 毁了自己的睡眠干嘛 那这怎么办 怎么样平复自己内心里面的不舒服 把金刚精拿出来吗 所谓是非即非是非 是明是非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你敢敢念多几句 每天这样子念 每一次upset的时候 每一次不舒服的时候 心里面很伤心的时候 为什么我对人家这么好 他们还是要毁谤我 他们还是要讲我是非 然后你越想去解释 你越想去解释 你就会发现越描越灰 越描越灰 不是 越描越黑 因为你在烦恼的乱心里面 你会发现很多事情 永远都解释不清楚 永远都处理不好 所以那个时候算了吧 金刚精把它用上去 所谓是非即非是非是明是非 所谓毁谤即非毁谤是明毁谤 心静下来了 你在看回整件事情 你会发现很多东西 忽然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你明了很多了 所以所有 我们常常有一种格言就是想 所有发生的事情 它其实一定有它的意义存在 没有决定的绝对的好跟坏 但是我们人只是很短的见解 浅见很浅短的 然后我们就急着希望我们要的成果出来 结果你越急 很多事情是越不明朗 或者是越乱越糟糕 所以三句论法真的很好用的 会用了吧 尝试在生活当中去开一下自己这个玩笑 你会心情好一点点 然后你这样子思维跟修习惯了 你出来讲金刚精 如果有一天你跟大家分享金刚精的时候 你会发现真的很活泼 因为你知道你在你自己的生命的某一个点 某一个点哪一个点 有时候跌入这个 这个什么困境里面 金刚精怎么帮到你 三句论法怎么帮到你 一切有为法 这个寄送怎么帮到你 它实实在在你在生活当中都可以应用的 那么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我还有无助身心的部分要跟大家讲 无助身心我会下一节课讲 体验 宗教体验 有时候我们叫宗教体验会出来 或者我们一般人所讲的感应会出来的 如果你已经是投入在修行的 你会很深的体验到 哇 有这个感应 有这样子的一个宗教经验 如果说我法治还在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说 那个时候不容易关空 不容易放下 不容易把它关成无常的 就是这些宗教经验 所以在生活当中 我们执着的是世间物欲上的东西 物欲上的享受 感官上的享受 好了 感官上的享受放开了 难得放开了 进入修行的时候呢 我们又不小心呢 掉入对于修行经验的执着 不容易关空 不容易把它看得很无常 举一个例子 哇 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念到 哇 看到佛放光 念到 哇 整个房子在半夜里 整个房子亮起来 我不否定 我不否定他的宗教经验 他是一个修行学佛 甚至学佛的人 学佛人 你要记得 我们的修学过程当中 就是要破掉我执跟法执 当你不小心 不执着令世间物欲的东西 不小心却执着 宗教经验的东西的时候 你忘了破除它 就很危险了 一样误入企图 所以金刚经经 已经直接破得很清楚了 若以色见我 以阴生求我 世人行学到 不能见如来 你可以有宗教经验佛放光 你可以有宗教经验 哇 打坐念佛 在止静的时候 佛的音声跟我说法全部 真的有人有这样的经验 洪亮 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听的声音 然后呢 我没念过这个经 全部他就送出来 佛来跟我说法 OK 有了这个宗教经验过后 所谓宗教经验 极非宗教经验 世民宗教经验 放开它了 真的 不要让自己不小心 又粘一个新的东西下去 我们会走火入魔 所以很多人走火入魔 就是迷恋这些宗教经验的时候 如果说他继续在这一方面 宗教经验方面 继续的迷恋下去的话 他以后他跟人家讲的东西 是跟 就是 好像跟世间是脱离了 没有关系的 那如果说宗教经验是短暂出现的 有时候是短暂的 因为我们的身体变坏 因缘法来的嘛 有违法来的啊 我们身体因缘变坏的时候 你修不出那个宗教经验的时候 有些人拉不下那个脸皮 然后结果怎么样呢 继续自吹自擂 那时候就变成妄语了 变成大妄语了 所以非常危险 所有的世间一切有违的东西 不只是生活工作上是有违法 进入修行 产生的种种修行经验 也都是有违法 永远要记得 世间的东西我不否认它 同样宗教经验的东西 我也不否认它 只是要提醒自己 在修的过程当中 知道有这个东西就好了 放开 继续老老实实用功 所以这个老老实实 老实念佛 老实修行 祖师大德讲这句话 不是这样子 范范这样讲过的 老老实实 这个老实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的我执法执 非常的可怕的 所以要记得 有违法是包括生活的 甚至包括修行经验的层面上的东西 所以真正那个大师 你会看到我们生命中很多大师 我们这一期生命里面 因为我们算是蛮幸运的 今天在吃饭的时候 我们有在聊起 我们其实真的是蛮幸运的 我们不像我们的一些长辈 他还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对不对? 我们的生活虽然开始有点苦一点 可是都慢慢上回道 然后可以安安稳稳的听闻佛法 我们真的是蛮幸运 活在这个时代还蛮幸运的 然后我们看到 我们也有机会遇到 在这个时代里面的真正的大师 好几位 对不对? 南传也有 北传也有 甚至藏传也有 然后你会看到这些大师 越是大师 越不作怪的 这是真的 越是大师的话 他不会讲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然后跟你隔离得非常远 如果故意要把自己塑造成很奇怪的人 然后让你去迷恋和重养 这个你要小心 越是大师的话 你会发现他是越平易近人 越能够进入到生活 越老实 很踏实实地表现他的整个身口意 行为 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他们一定有他们的体会 但是他们知道这些体会不能执着 很多大师都很平易近人 他不会说修到最后 他变成是两个世界不同的人 他们不会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给大家一个理解 不只是讲世间有违法 不只是讲世间五欲感官享受上的东西 它甚至包括宗教体验上的东西 修行体验上的东西 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无助身心 这个也是在《金刚经》里面常用到的一句话 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有没有 所以缩短来讲就是无助身心 世间的所有东西都要用心的 但是有时候 用心或者是生起的心 一般上如果没有经过训练的话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没经过训练的话 就是像野猴野马 对不对? 甚至如果说你学禅宗的话 他就讲说那个牛 黑色的牛 石牛图 你就看到说我们是一个 哇!难调难浮的那个牛 一头牛 然后或者是野猴或者是野马 那你就知道说 一般上我们面对事情的时候 所以我们生起的心 大概只有 不是贪就是撑 鱼吃 只要有贪撑就是鱼吃了 不用讲的 所以我们才讲说三毒 所以面对事情 喜欢的贪 不喜欢的抗拒撑 没有经过训练的心 都是这个样子 小小的不舒服 虽然我没有发大脾气 小小的不舒服 小小的抗拒 你都要知道 这个是撑 小小的撑 你不去处理它的话 这个撑 会越来越大的 会越滚越大的 今天心里面 他这样的表现 我有点低估了 自己注意到了 可是不去理他 明天他又在重犯这个事情 下个星期他又重犯这个事情 我每天都在低估 每天都在低估 会不会变成 有一天 心里面 从本来是在心里面低估 最后会不会变成口业 一定会出来的 你就知道说 那个春火已经大起来了 然后下一次呢 他还是这样子呢 不止口念而已了 开始动作来了 打桌子啊甩门啊 开始表示自己的不满了 他就是这样子慢慢的累积出来 我们人就是这样子呢 那个心就是这样子 慢慢的你在纵容他的过程当中呢 他就越变越坏 越变越黑 越变越糟糕 所以一注意到了 一注意到了 当如果你真正在用功修行的时候 你一注意到 今天为什么这件事情 我会有这样子烦躁的反应出来 你愿意去注意他 愿意小小的做一个忏悔 你就会知道说 怎么去防范 让自己的心呢 不会面对这些世间的境界的时候呢 就扭曲 所以身心 一般上 我们生的心都 不是贪心 就是称心 这些都是涵盖于此 那因为我们是凡夫 那金刚经这边一直提醒我们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 他说这个身心啊 要该面对的你是要去面对的 比如说你应该要发心的 你要去发心 这个该做的你要去做 可是你做了过后 不要注着 无注 无注就是不要注着 不要执着 这个注 所以 这一边谈的身心呢 是要注意我们的起行动念 但如果今天你的起行动念是 真的是立人的 立己的 然后呢是清静的 我们讲回这个什么呢 你从这两个角度去反省 发现这个真的是清静的 也是好的 有利益的 在表现上是有利益的 那你可以升这个心 但是做了 起了这个心过后 记得不要粘着 因为如果 虽然是好的发心 虽然是好的 可是发了心过后 还一样粘着的话 一样是在增长贪心 比如说不食是好吗?好 做了应该要放开 而不是一直在想我在不食 你看我做多少不食 他一直在谈你自己做了多少不食 或一直在那边沾沾自喜 自己做了多少不食 过程当中虽然做的是好事 立的 可是呢内心一直不断的在贪然 还是在纵容自己谈心 所以他才会提醒我们说 这个 无助 用空性的智慧 直到说 我今天能够做这个不食 我可以有机会做这个修行 那是因为有一些因缘条件成就我 如果没有这些因缘条件 我根本都没有机会做这个不食 对不对 所以一切都是空性的 没有什么觉得好自豪还是怎么样的 所以 无助身心呢 因无所助而升起心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句话 然后让你在生活当中可以不断的反省 身心就是缘起法的部分 世间里的缘起 你生活当中的缘起 修行当中的缘起 该精进修行上的 该做的生活当中该尽的责任 这个是世间缘起的部分 做了过后 顺着这世间缘起 做了过后 无助提醒我们呢 还是一样信空 你会发现说 整个 整个那个什么呢 思想理论呢 它环扣在缘起信空 去平衡这个部分 来建立我们的这 波尔智慧 因为有这个波尔智慧 那么生活当中的 或者是修行当中的 所有的 外境 假的现象 我们才知道说 怎么去看待跟面对它 所以这个是波尔智的 就是《金刚经》的部分 如果说大家还有兴趣去详细的听 因为我是挑选的 用介绍的方式跟大家来谈 所以不会说每一个句子 每一个段落详细的去讲 如果说你真的还有兴趣想听的话 我是有完整的讲过 所以你可以到我的部落格上去 你可以到我的部落格上去呢 它有一个部分是有讲《金刚经》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去那边下载 然后再听这样子 好那《金刚经》 我们就先到这边做一个结束了 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第二部经 就是 也是一个 算是在《出席大圣》里面 算是非常重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类 这是《华元经》 可是我不可能把整部《华元经》来讲 因为《华元经》实在太大部了 我是选了当中进行品的 第十一品进行品的部分 那为什么选进行品呢 你看第二项黑体制的部分 你就可以看得到 《华元经》其实它的意境是非常高的 它都在讲佛跟佛的国土 都在讲成佛以后的境界和它的国土 《华元经》在讲这些东西 不过第十一品呢 就比较贴近生活 你要达到像佛的境界 你要从生活开始 你要从生活的点点滴滴开始 那所以就给大家选了这个进行品 那跟《金刚经》做一个衔接也是很好 为什么呢 我们讲到《金刚经》最后的时候都讲到说 一切有违法吗 讲说凡是生活当中的起心动念啊 都是我们修行用功的着力点 那么进行品接下来呢 就刚刚好描述一个人几乎一天的生活 他遇到的种种事情 然后他怎么样把每一项他遇到的事情呢 变成修行 所以如果你要 你看哦 我们在学《博尔经》的时候 我们讲说一切有违法 就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嘛 对不对 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都可以是修行 但是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呢 我们哪来观察成什么呢 元旗 咦 信空 这是《博尔经》 教我们的 你把世间 生活当中遇到的点点滴滴呢 看它的缘起 看它的空性 这个是在建立你的《博尔治》 建立你的《博尔治》 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 生活当中的点滴滴到底是指什么呢 一问啊 大家其实是不理生活 可是一问生活的点滴滴又举不出来啊 一下子又不知道该举什么例子了 那么《博尔经》就刚好 他把一个人从在家到出家到路上 生活的路上 会遇到的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 正面负面的每一项事物 每一项人事物都记载下来 从早上到晚上 所以里头有139项 然后你去读的时候呢 每一项 每一项呢 当然这个背景是当时印度的背景 每一项里面呢 都是生活当中 一个在家人或一个出家人 大多数是在出家人 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人事物 这个人事物 生活当中遇到的人事物 是不是一切有违法 所以我说 接下来的这一部经呢 如果你说一切有违法 我去哪里找 生活到哪里找 什么东西 你不知道的话 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参考 那我刚才讲 他这个139项 有在家 在讲在家人的生活 也有讲出家人的生活 也有讲出家人的生活 而且呢 出家人的生活的人事物面向居多 这个是里面的内容 那你就想说 哇 师父那我又不是出家人 那怎么办 不用担心 为什么呢 虽然出家人的内容居多 不过也有很多 有很多内容 里面139项里面 有很多内容呢 是我们说 是在家出家都适合用的 那我们应该怎么讲 共用的 共用的 比如说你在路上会看到一棵树 这个树不属于出家人的吧 对不对 在家人也可以看到一棵树 出家人也可以看到一棵树 你在路上会遇到好人 好人有说出家人才会遇到好人吗 没有 虽然我说内容有些部分 你会看到是跟出家人的内容有关系 但是也有好多人事物 人事物 有好多人事物呢 是在家出家都可以共用的 好人啊 坏人啊 树啊 开花啊 然后晚上睡觉啊 这个不会出家人才睡觉吧 在家人不睡觉不可能啊 所以睡觉也是在家出家共用的 所以你在看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这个你暂时没有用到 你先可以放一边 然后不要一下子被这139颂的吓倒了 139颂 我是不是139颂都要背起来 以前我们是要背起来啦 但是背起来 因为强迫性的背起来很快就忘记了 所以我的教学分享方式呢 是这样子的 我是希望大家就是 你大概扫描一下 哪些事物是你可能会遇到的 你就在那个圈圈那边先打个勾 那个就是你的修行用功的项目来的 所以你要找说一切有违法 一切有违法 其实就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然后不知道怎么开始 这139颂呢 是一个参考 很好的参考 然后呢 学波尔经 面对这一切有违法 生活的点点滴滴 它是要你观圆起星空 开展我们的波尔智 但是如果你用华严经来学呢 它把每一项事物 它说它把每一项事物呢 都变成 变成愿 变成发愿 把它所遇到的 好的情景 坏的情景 好的事 不好的事呢 都 它用一个词叫做什么呢 出 出 累 立 愿 把这些好的情景 坏的情景 都变成愿 变成是对自己 对众生的一种祝福 你看 一般上 我们遇到人事物 好的 我们贪 对不对 不好的 我们称 通常都是这个样子 可是呢 信行品呢 它就叫我们 它说这每一个人事物 你遇到了 只要你有遇到 它catch你的爱 它把你出类嘛 你接触到 你会注意到它 你会注意到它 那么既然给你注意到了 注意自己的内心 不要又在贪 又在称 哇 拿到好食物 玉佛寺星期间有时候煮 煮给大家吃嘛 对不对 那一天煮的是好漂亮的食物 摊 但是 一年有多少周 52周 大概 不会52周都是适合你的口味的食物吧 玉佛寺的食谱 所以万一可能有好几周是 喂 这个菜是你不吃的 然后连续三四周都在煮这种菜 然后呢你就怎么样 所以 你会发现在 在信行品里面呢 得美食 你应该怎么发愿 得不美食 你要怎么发愿 它会去照顾你的内心 不管是顺境或者逆境 你都把它处类变成 愿 对自己的祝福 对众生的祝福 他就把生活点点滴滴 好的坏的 顺的腻的 都把它变成 对自己对众生的祝福 所以呢 华颜经呢 华颜经呢 可以说 这个处类立愿啊 这个处类立愿呢 这个处类立愿呢 刚才《波尔经》是 《关元起信空》 《成就波尔治》嘛 对不对 华颜经进行品呢 处类立愿呢 他在掌养你的大慈悲 一下子当机 或者是大悲愿 大悲愿也可以 因为我刚才就在想 我要写大慈悲还是大悲愿 你会发现说 字跟悲 悲跟字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看到吗 一个在培养 如果你说 你遇到的所有事情 你用来观元起信空 你在掌养你的智慧 波尔治 如果说 你现在看到的种种事物 你把它转成一个悲愿 对众生的祝福 也是一种修行 只是这个修行是在培养慈悲 那么 尤其悲愿 大悲愿 大慈悲 在大乘法里面 特别强调 因为 今天能够行菩萨道 能够有人会成佛 然后愿意来这个苦难的世间 把佛法流传下来 没有相当的慈悲 是做不到的 很多人就是 我解决了我的问题 你就OK了 不管我的事了 但是如果今天你有大悲愿的话 你不会只想到说 我的问题解决就好 你会想到我的亲友 我生生世世的 这些亲戚朋友 兄弟姐妹 我也要帮他 这个就是大悲愿的趋势 一个大悲愿的趋势 所以 所以先给大家有一个概念 连结 为什么我会选进行品 所以现在大概大家会明白了吧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有违法 怎么去生活当中去抓出 一个人事物 当着一个修行用功的所缘 那么进行品是一个很好的参考 那么讲到所缘 我刚才提到所缘 修行所缘 大家认识这个词吗 所缘是什么 如果说你用英文来讲就是object 你修行你一定要有一个对象 一个对象 比如说你观呼吸 呼吸就是你的所缘 呼吸就是你的对象 你观照的对象 你说做慈悲观 那么众生就是你的所缘 每一个每一个的众生就是你的所缘 现在我们不只是 我们的修行不只是在寺庙里面 或者在禅堂里面 或者是在念佛堂里面 对不对 比如说念佛 佛号就是你的所缘 是不是 可是离开了欲佛寺这个修行的环境 你的修行还是要持续的 对不对 你不能够说 我只有来到每一个星期 我只有来到欲佛寺的时候 我才修行 那个时候我的修行所缘才提起 离开了过后 没有修行 那很奇怪 对不对 修行跟生活应该是结合的 所以回到生活的时候 你的生活的修行所缘是什么 这些有违法 这些人事物都是你的修行所缘 要么你用来观空 要么你用来出类立愿 所以这样子安排 一个就是往前前面几堂课 你认识这些人事物 是把它变成观空的一个 观缘起信空的对象 也可以往后 就是接下去的这两三堂课 你是把它变成培养你的慈悲愿 每一次遇到这件事情 然后你就开始要想到 我要怎么祝福众生 不管好事还是坏事 我要怎么转成修行 来祝福众生 所以大概 我先大概的就是给大家知道 它整个方向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整部《华原经》它是在讲佛土 或者是佛的功德 只有这一品是最生活化的 然后前面识诵跟在家人是有关系的 那么我们从经文上大概看一下 经文呢 这个对话就是自守菩萨跟问文殊菩萨 他问文殊菩萨说 问了好多 这个也是《华原经》的特色 很多内容都是十个这样子来问的 比如说《生与义》的部分呢 他要问关于《生与义》的部分呢 他用了十个比如说怎么样是能够得到无过事的生与义 怎么样能够得到不害的生与义 他用十个面相 这是《华原经》的特色 什么都是从十 这样子来讲 然后你会看到说这里头的内容呢 都是我们想得到的 我们想成就的种种功德呢 都在他的问题里面 那我就不一一的去讲 每一个你随便抓一个 你都会发现这个都很重要 我都希望自己能够得到这个东西 比如说 比如说第十项 《云河得自为先导的生与义》 重要吗? 我们每天都在用我们的生口意 可是我在用我的生口意的时候 我希望我的生口意是自为先导的 用智慧来引导出来的生口意 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 然后具足 身处具足 种族具足 觉悟具足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我们都希望说我们具足这些好的东西 慧、利、善巧 这些都是种种功德 都是我们学佛人、修行人希望得到的 我们有了这些慧、善巧、利多好 那么他问要怎么样得到这些东西 最基础的 最基础层面要得到这个东西呢 就是后面所讲的 就是你要善用其心 第三页 问题的部分 你们回去可以自己慢慢看 想要得到什么 然后你就会发现 有些是你要得到的东西 但是呢 要得到 什么得到 要懂得用心 错用那个心 常常都在起滩、起撑、起撑、起撑 无名当中赚来赚去的话 刚才列出的所有功德呢 都不可能出现 都不可能出现 所以他就说善用其心 那么 怎么用心呢 这是下一个问题 也是你的问题 对不对 要善用其心 那我要怎么用心呢 然后他接下去就讲说 用心啊 凡是 生活当中遇到的点点滴滴 都是你用心的着力点 金刚经 这生活点点滴滴 你是用心来观照 缘起星空 进行品 华元经进行品 你把这生活的点点滴滴呢 用来作为你 培养你的慈悲 柔软你的心的着力点 这个是他的方法 所以到这边大家可以理解吗 方向清楚了 要用心 可是从哪里用心 生活点点滴滴 用心来做什么 按照进行品的话 用心培养你的慈悲 每一项事物都可以用心培养你的慈悲 我举个例子 菩萨在家 为什么呢 当你处在家里的时候 处在家里的时候 或者是建立了一个家 有自己的家 一有家的感觉 一般上 贪嘛 对不对 家多好 多温暖 他不要你只是培养这种 家很好 家温暖 为什么呢 因为家也会有因缘变化的嘛 对不对 如果你一直沉醉在家很好 很温暖 很幸福 一直活在这样子 一个不知真相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如果万一家有一些变化的时候 你招架不住了 所以要么你在这边他就想说 每一个众生都对家的感觉 都是很好 很温暖的 但是希望众生能够怎么样 支家信空免其逼迫 至少要知道 一切都是在缘起 信空的变化当中 如果变化 他也不会很大的逼迫 发生在众生的身上 你会看到说 这个家的概念 都可以转成是一种修行 所以如果 现在大概知道他的方式了 还有大家很熟悉的 比如说 第五页 第二个颂 第五页的第二个颂 自归一佛 有没有 这个是你们很熟悉的 自归一佛 当愿众生 当然原文跟现在我们在大殿念的 归一文有一点不一样 少龙佛总 发无上意 但是你知道说 原来我们的归一文 是从这一个部分 拿出来的 如果自己归一法 自归一法 有机会归一法 或者是在念归一法的时候 如果你想到 哦 归一法 这件事情是好事 那么我希望众生能够像我一样 能够深入境障 智慧入海 你看他会把一个事物转成一个修行 转成一个修行 这样可以理解吗 培养你的慈悲 用一个事物 人事物 用一个人事物 变成一个修行 好 我再举一个例子 第九页 第九页第四个颂是什么 苦恼人 对 生活当中会不会看到苦恼人 有时候会对不对 看到自己的就苦恼人 照镜子说苦恼人 这个时候你就 与其在那边苦恼 为了这个苦恼人而苦恼 不如转个念头 但愿众生 或根本自灭除众苦 他今天就是因为少了智慧 所以才会苦恼 才会苦恼 所以与其一直在那里自怜自哀 苦恼 苦恼 不如把这个因缘转化一下 变成一种修行 对自己的祝福 对众生的祝福 如果你照镜子的时候 看到那个苦恼人是你的话 当愿众生 你就是那个众生 或根本自灭除众苦 希望自己的智慧能够生起 然后就不要变成这个苦恼人 所以你会发现他的修行理论在哪里 我们遇到的事情 要么我们起探起承 他尽量不让你去起探起承 他要把你转成一个悲愿 为众生的祝福 而且后面的两句一定是好的 后面的两句都是每一个学佛人期待的东西 我讲到这边 可以说是这部剧已经讲完了 但是这样子的话 你们印象不深刻 印象不深刻 所以这个时候我要发挥一点方便善巧 我要发挥一点方便善巧 我的方便善巧是怎么样呢 139颂 如果我一一的讲 你们一定睡着 叫你们乖乖回去 一一的念 我想没有多少人这么听话 所以我一定要制造一些方便善巧 我的方便善巧是怎么样呢 我的方便善巧就是 我有点小工具 你要感受到我的用心 我这边有抄写了一些 你们修士顿会看到的景象 139颂里面我找 139颂里面我找 因为我大概知道 修行用功典 那 先让他来抽 现在抽 嗯 嗯 嗯 我的字是 我的字是有点丑 这个是两个 这是新来的哦 嗯 这个是新来的哦 嗯 嗯 我还抄写还把他折起来 你抽两个工作 嗯 抽两个工作 对 你抽两个的话 你们抽两个的话 那就是要两个 你抽到了 抽了过后 有一点功课给大家 我已经讲了五堂课了嘛 对不对 明天第六堂课 换你们讲 明天不要不来哦 你明天 你有三分钟 三分钟的时间 站出来跟大家分享说 你抽到哪一句 然后你准备怎么用那一句来 作为你的修行用功点 多少人 明天到最白啊 哎 这个是给你法布施的机会嘛 对不对 如果你真的真的 真的真的很害怕讲啦 我也不强迫你 你至少站出来 念给我们听你那一个寄送是什么 就是跟大家分享说 你那一个寄送是什么 所以你拿到什么 你拿到什么 你要记得 至少在我还在的 休斯顿的这段时间里面 那个是你的修行用功点来的 如果你拿到的是大树 每一次看到大树 你就要念那一个寄送一遍 在你的心里面 念那个寄送一遍 拿到什么 所以我说我会找秋天 我绝对不会叫中冬天 苏月帽 现在是到处都是苏月帽 所以随时都有的修行 随时 你想 你要想到我的用心哦 你随时都可以祝福众生 你随时都可以培养慈悲心 而且抄写跟折 抄写跟折不容易的啊 但是我是很欢喜的抄写 我是把它当成是跟大家的一个祝福这样子 然后我平时也喜欢抄 所以呢 这个过程是当着也是一种 给自己的一个复习这样子 有没有人拿两个的 我明天我会带过来 我都放在这里 所以明天你今天回去想一想 今天回去想 没有压力的啦 就是跟大家分享说你拿到什么 然后你准备怎么用功 你会有三分钟的时间 三分钟 我是说三分钟是maximum 你只想站出来念 念完了你就算了 那也没有关系 三分钟 三分钟刚好满满的 所以明天我可以听法 但是我过程当中我也会分享 我也会分享 要要要三分钟 我们会限制三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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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以这样子 你要珍惜 珍惜 珍惜这个分享佛法的因缘 然后珍惜师父的用心 明天是一个活动 下个星期还有一个互动方式 所以明天的进行了 我再告诉你下一个活动是怎么样 我们就用一种比较活泼的方式来 来跑 就是来认识这些祭送 我不要一个一个这样讲 很值得吧 由大家来一起分享 所以希望今晚不要睡不着 所谓分享即非分享 四名分享 所谓功课即非功课 四名功课 所谓说法即非说法 四名说法 总之学习佛法是很欢喜的 它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方式的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 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吗 马上有人问问题了 第二页怎么样 第二页上 第二页上 第八个跟第九个 清净生语跟无染生语 对 其实它都很接近 它只是从不同的面向去谈 就是同样是生语意 比如说无过世的生语意 也其实是清净的生语意 有没有 它只是同一个内容 但是它从十个不同的面向去谈 就是让它 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 生口语 清净的生口语 无染污的生口语 应该怎么样表现出来 但是如果是 比如说讲华严经的大师 他确实是确实会去把它分 清净是怎么样 无染是怎么样 这样子 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很详细的去分别它 你只知道说单单谈生口语的表现 它可以从十个不同的面向 但是它要带出的就是一个 无染无清净的生口语 无过世的生口语 好 好 好 那法师也能够去净了 无违法的力 无违法通常我们是在讲涅槃究竟法 它就是一些你不在因缘的操控的范围 比如说虚空也算是无违法 虚空虚空无违也是 它本来就是这样存在的 虚空是无违法 但是修行体正上的无违像涅槃 已经不再有那个贪嗔痴的造作的 它是另外一种我们所讲的体正上的无违法 OK 所以一般人就没有借不了无违法 什么 我们是要修到无违法 我们要修到无违 修到涅槃 但是你不能够去用像有违法这样去举例说 头发是有违法 我的生活 我的痛苦是有违法 它超越这个世间因缘的才叫做无违法 好 来 如果你刚才说这个修行最高清晰是无常无违即 如果修到无违最高清晰会变成的群动 如果它修成这个样子的话是有问题的 一般上不会这个样子的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修到无违 它可以抗淡生死吗 它可以抗淡生死 但是它不会变成是消极或者是 这个就不对了 它已经落边了 好 我们一分钟让大家把今天的功德做个回向 然后一分钟过后我们才来总回向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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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代表市里的所有师父 祝福大家福德和智慧渐渐的增长 一切都吉祥如意发喜充满